大家好 我是祥寧 歡迎繼續回來方舟生存進化 是我要在我的睡袋上面重生一下 大家也看到我剛剛在幹嘛的吧 我在用抽血器不斷的把自己抽血 然後抽到自己死了這麼多 有沒有很像邪教儀式有沒有 每一個人的姿勢 每一個我的屍體的姿勢都像很奇怪的 那這邊的一大堆的我的屍袋 這個不是睡袋 這個是屍袋的 放在這邊主要就是為了讓我能夠不斷的死亡 然後要獲得我的 等一下我先把東西全部都先丟一下 因為每次只要重生這些東西 就會一定會在身上 所以我們只要拿以前的身上就可以 然後這個也是可以丟掉一下 那其他的東西的話 大家看我的血袋在這邊 所以我總共已經終於抽出了108袋 今天我們就是要去抓這個 這張地圖的新增的生物 吸血服 那旁邊那邊我弄了一個比較大一點的平台 那那個平台的話 主要就是未來還有要放什麼雞床 還有一大堆什麼有的沒有的 我們需要一個大一點的平台可以放對吧 所以我們等一下的話 去找一下那個吸血服 那基本上應該是在我上次有找到那個洞裡面 是有吸血服存在 那我們就先把我們的裝備先拿出來 然後我應該只要拿 拿弓就好了吧 十字弓要拿嗎 十字弓也放著好了 我們再看一次這個壯觀的場面 我的這麼多屍體 邪教儀式有沒有 他們好像在跪拜 仰天跪拜一樣有沒有 就是為了我們今天要來抓的吸血服 吸血服邪教對不對 那只是很神奇的是 我上次看這個洞裡面明明就超安全的 但是這裡面居然會生怪就對了 我居然沒有成功的跳過去嗎 我居然沒有成功的跳上去 安視獸的控制還是需要加強 我怎麼看到巨蟹了 欸 怎麼果 欸 上次欸 這 上次這邊不是超安全的嗎 無齒翼龍怎麼 無齒翼龍怎麼 無齒翼龍怎麼在這邊出現了 巨蟹 巨蟹無齒翼龍 蛤 所以這個才是正常的吧 我就想說這些 這種洞穴裡面不是理因來講 這些東西都應該要出現的嗎 哇還有泰坦巨蟲上次都沒出現的 泰坦巨蟲很好 洞窟裡面該出現的真的都出現了 還有一些對不對 什麼什麼古馬路還是什麼的 那一些應該都要出現 蜘蛛 是不是巨蟹在這邊 我先咬一下 先排除一下這個下面的危險 先排除一下 然後我自己看起來是升級了嗎 然後我們抬頭看一下好了 是不是會有蝙蝠在 喔真的有欸 然後我們再往這邊來看一下好了 看看有沒有什麼 這邊也 那邊好像也有 這邊也有看到了 天花板上面也倒吊子有的 喔我的天 所以巨蟹又有了 我們再抬頭看一下好了 對這邊有兩隻對不對 我們就設法 我們就弄這兩隻下來好了 所以我們只要待在這邊 把這附近的危險先排除一下喔 古馬路來了 喔這邊還有那個爪幅 原本會有的爪幅對吧 那蜘蛛已經 哇要中毒了嗎 他好像沒有沒有吐到我 他吐到了屍體上面去的是吧 古馬路 基本上來說啊 這邊兩隻我一攻擊一隻 另外一隻應該就會一起下來對不對 那我們看誰等級高就抓誰好不好 那等級低的我們就把他砍死 但是我要先射得到上面那一隻才行 射得到嗎我不知道 先看看能不能射得到吧 多射幾發應該就會射得到是吧 喔中了中了中 我真的射中一隻了 來所以這是一隻53一隻等級5的 我砍等級5的把等級5的砍死 喔我要攻擊然後逃離啊 喔攻擊就逃離了 但是我要砍的不是你 我要把等級5的砍死 喔砍死了等級5的了OK 所以接下來就被這一隻抓就可以了 等級53的 所以我身上的血袋呢 就正在被他的消耗當中了 OKOKOK 然後就開始馴服他了吧 8個血袋 而且他如果也被我砍到掉血了 欸我成功訓養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 我成功訓養了 哈哈哈哈 等級66的 那他就算是我們第一隻了 第一隻那個怎麼講 可以可以飛的傢伙囉 那我們就很好 先把他先帶回家去就對了 喔他身上好像很重 那這邊的話呢 直接有水晶的話 我們在這邊直接搜刮一下了 好不過呢就是變成說 基本上啊你也拿不了多少東西 身上很快就要超重了 永遠都是這個樣子喔 所以說我們就 那他的話呢他的話可以 身上可以裝多少東西啊 他身上的重量其實沒有辦法裝太多 但他至少可以幫我帶一點水晶走吧 對不對 所以這樣子的話呢我就可以有水晶 我們在這邊好好的搜刮一下一些水晶 帶走一些 太好了平安的回來啦 然後他就剛好在他的那個機槍正上方這樣 然後滑了一下 他會去找地方停 你為什麼是停在那個上面啦 那所以啊現在來看的話 我們的機床啊因為也採了水晶回來了 所以這個絕對是可以就給他製作下去了 沒有問題喔 那機床已經好了 我們機床就先把他拿出來一下 原本我想說要擺在這裡面 可是看起來最好還是擺在外面了吧 而且啊我們的床如果放在室內有沒有 我們床放在室內然後如果我要復活 從室內復活的話那個 上次也看到我們的那個老鷹啊 會把我們的東西然後帶到很奇怪的地方去對不對 所以要復活的話好像最好還是在外面復活 感覺會比較好 那我們這邊就先放個機床在這邊 yes 終於有機床了 那我們這邊來看一下 這邊的話可以直接製作了有沒有 我們這一個吸血服的鞍呢在這裡 哇大家看他消耗的材料其實也是不少的 不愧是一個要蠻高等級的傢伙嗎 哈哈 那總之這邊做出來之後獸皮跟木頭稍微不夠而已 其他的都還好對吧 那沒關係我們就先像這樣子製作一下 是的鞍呢就先給他上去 那當然水晶什麼的先到我的身上來 然後呢我們先騎著他 欸他也是可以一般 喔喔他走路的樣子好酷喔 飄下來他走路的樣子 酷喔 那當然我們就先去怎麼講 我們飛起來然後去咬他看看 欸別走 哇傷害並沒有說很高喔 欸而且飛不過他嗎 還可以還可以還可以 喔剛剛只是被他卡住吧 整體來說喔他飛行的話 那個耐力的下降好像不會太 喔可以餒可以可以可以 他飛行耐力下降是還好欸 所以他很可以飛喔 很可以飛而且我看一下 他是不是可以攀爬在這個 石頭壁上對不對 垂直的或者飛垂直的 喔可以可以可以 帥喔 他可以攀爬在這邊欸 攀爬之後呢 攀爬的話也算是可以休息欸 所以他很多地方都可以 算是可以那個直接休息下去了 哇喔 所以這要說起來 他也可以當作是一個工具龍嗎 也可以算了吧 上來的話呢 很輕鬆的想要去哪邊 收集什麼資源 好像都還算蠻簡單的 那我們就可以來看一下喔 他的這一個近戰傷害如果加的話 就加這樣子也還好 但是感覺也許有需要加 我們來看一下喔 他打這個有沒有 他打這個射足獸 其實看起來打起來就還蠻辛苦的 就是傷害呢是偏低的 傷害是很有需要的增加的喔 那他呢是一直攻擊 就會不斷的獲得血帶有沒有 看起來是蠻可怕的 然後他如果搜刮東西的話 是直接搜刮出一堆的腐肉啊 所以由他來收集 腐肉呢 是非常好的一個選擇 那在這邊 我覺得他的重量再怎麼樣 還是先 先加一下吧 所以這吸血服的話呢 他除了可以前飛後飛 超級方便之外 我看一下喔 左鍵一直按著的話 會不會有其他的 喔 他就會像這樣子哄了一下 然後他就會標記那些敵人出來有沒有 一個範圍之內的敵人都會被標記出來 然後這個是不是在晚上的時候 如果被標記的 然後去攻擊他會有特別的傷害加成對不對 然後如果按右鍵呢 長按右鍵的話 喔只有晚上才可以是不是 長按右鍵的話呢 可以讓自己變成隱形 但是只有晚上可以喔 那在這邊的話呢 如果身上的血量那個血帶夠的話 我們就可以製作這一個東西喔 他可以加速那個吧 他是不是可以加速那個 馴服速度對不對 可是他好像只能 對每一隻生物只能使用一次 然後是 應該是使用了就直接就可以 多30%的馴服量 還是20%的馴服量的樣子吧 我們我們合成一個看看好了 他可以直接在他的那個物品來 裡面合成喔 消耗這個血帶就可以了 那血帶的話呢 他只要攻擊敵人馬上就有 所以這個東西也會腐壞的 四個小時之後呢就會腐壞了 好啦所以像現在來說的話呢 我們可以到處飛了的話對不對 我們就可以呢 很方便的把這一個島給探索下去了對不對 那看起來 不知道為什麼我無法點右鍵 然後把怪給抓起來 我不知道問題在哪裡 還是他 就是沒辦法抓 連杜杜鳥都抓不起來這樣子 然後我們再逛一下這個圖喔 畢竟哇塞 看起來精英是真的不少 可是可以飛之後啊 就是 理因來說會非常的安全啊 而且 他的話呢是 可以在洞穴裡面飛行的 這怎麼會是駭牛在這裡 他可以在洞穴裡面飛行的一個飛行生物喔 所以他應該是一個非常方便的生物才對啊 那我們先把這個島呢 就探一探就可以了吧 這邊的話呢是迅猛龍蟹 哇太多高等級了 精英的雖然只有13等 欸我怎麼又升級了 可是其他的等級好高啊 先打一下好了 先把旁邊的哇 哇所以說我打他們哇 看一下看一下 我的話呢在比較高的地方打他們好像有優勢啊 這個優勢很大喔 哈哈哈哈 我這個優勢很大喔 欸在空中的果然是不簡單欸 空中的就是不一樣有沒有 這大概是可以跟他直接硬碰硬了欸 哇 直接硬碰硬真的好像可以欸 這精英迅猛龍 他居然可以跟 精英迅猛龍這樣硬碰硬喔 然後我的話呢看起來有沒有 血量呢就是有在恢復有沒有 他剛剛那一瞬間自己的血量有恢復了 應該他自己有在偷吃那個血袋還是怎樣的對不對 然後就可以很輕鬆的也不算很輕鬆 就打他也打有點久但是就是 很顯然很顯然他一定是需要那個 把那個攻擊力再加一下的 是的而且他現在已經超重了哈哈 那進戰傷害有沒有7點 7的話呢每次加8%對不對 7850可以加個50%上去了吧 嘿可以喔可以喔可以喔不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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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不會他的問號純粹就只是指這個吧 然後他的那個位置還畫的相當的不明不明不確嗎 那該不會那個問號真的就只是指這個而已吧 哈哈哈哈 別人說他根本也不用畫那個問號了 這個東西就在這邊這麼明顯還需要畫什麼問號嗎 好啦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喔這邊就是一直在我附近呢 能夠看到的這一個對吧 藍色方間盃的終端這邊出來的是喔 原來 原來 原來是分離耳啊 所以分離耳呢原來就是在這一個藍色方間盃這邊叫出來的是嗎 那我們看一下這邊喔這邊的話是已經我們那個地圖的西邊這邊了 可以等於說是什麼東西都沒有 那這邊好像有一個洞欸 這邊有一個洞 好吧根本不是什麼洞 裡面 欸欸發生什麼事了 欸 欸 蛤 我被傳送了嗎 還是怎樣 欸那個洞為什麼把我傳送了 我從哪邊傳送到哪邊啊 欸進洞會被傳送喔 下面那個洞還是哪個洞 這個洞我被傳送到上面欸 所以如果說是自己用腳走的話 用腳從這邊沿著這一條路走過來 然後從這邊進去會被傳送到上面 然後我這邊終於看到一個符文了太好了 大家先讓他休息一下 他吃了符文之後 吃了符文 立刻去找怪來打 那他最不怕打怪的點就是因為 他可以一直呢瘋狂的回血 這一點真的是非常的好 因為血袋在他身上 他可以直接搜刮血袋 直接吃血袋 所以他可以直接呢 就把那個血量給升回來這樣子 那我們就先來吃一個這一個 那他很快呢一定可以升級 升級的話呢 我們立刻就把近戰傷害呢 加上去 欸又一個又一個又一個 原來在這個超級懸崖邊啊 欸像這種東西啊 這樣子的話 理因來說 根本就是要用飛的來吃啊 這邊又還有一個 哇狂吃一波 哇塞就是可以狂吃一波的時候了 那我們今天拿到了吸血服有沒有 立刻呢我們就吃了一大堆的這個符文 立刻呢就可以讓他呢 哇15點了有沒有 15點我們這邊到底可以 就是加多少還是8 8 8乘以15啊 120%嗎 所以可以加到差不多440%左右 我們看一下 440% 哦437果然沒有錯 哇塞 所以他的攻擊力呢 突然之間加了不少上去欸 不過 也是沒有到很可怕就是了吧 我猜 我們打一下這邊的53等的恐狼就知道了 有沒有 欸還是可以啦 不錯了欸 不錯了不錯了不錯了 哇 哦其實很強了嘛 欸 居然有風神翼龍出現了欸 但現在呢 並不是我要抓風神翼龍的時候了有沒有 可是居然飛飛風神翼龍出現了 那前面有一個東西我們可以去拿去拿看看好了 他可以升級了嘛 一等而已 沒關係 沒關係 恐狼的經驗值那麼不高 那邊又有了欸 欸 可以飛之後 真的是瘋狂的找欸 呃這些不用拿了 瘋狂的找符文欸 原來上面還是有的嘛 一開始還以為這上面不會有什麼符文有沒有 看來真的 但是我要找到完整的200個實在是很難就是了 那我們繼續沿著這個邊緣好了 他好像一直會懸崖邊緣 喔 這邊其實有奇怪的雕像在這裡有沒有 所以他沿路一直如果過來的話 哇大家看 哇 所以這邊的話呢 前面會有什麼遺跡嗎 看起來 這樣子過去會有遺跡的感覺喔 有嗎 啊但是就是順著這邊繼續來 然後哇這邊超難走的欸 如果你要用走的話 喔這邊還有那個斷橋有沒有 這邊橋斷了 這邊橋斷了然後如果你自己要過來 欸沒有要攀爬謝謝 這一個過來的話 所以往上走到底會有什麼啊 喔會有符文 原來如此上來之後呢 原來是另外一個符文這樣子啊 那我們再吃一下這個符文吧 哈哈哈哈 又再一次升級了 所以再走上來的話呢 會看到有什麼 至少有什麼特殊的東西讓我拿一下吧 但是沒有看起來 這上面連個什麼奇怪的遺跡都沒有 那我在想啊 像這種地方對不對 我們已經來到這個最邊邊這邊了 喔大家看 果然會有一些特殊的東西在對吧 可是我們如果說順著這一條道路一直走的話 這只是走到我剛剛那一邊而已 其實 這邊一直 喔但是路上又有符文了呢 啊這邊有洞穴喔 欸這個洞穴會不會進去然後又把我傳送走 喔沒有沒有沒有就只是 這只是一個景觀而已 有個風景在這邊 然後在上面 哇又有符文了 喔我的天啊 狂吃一波呢 光是這個島上 可是這個島上有的符文應該還有更多吧 那這邊一直走下去 喔 喔一直到最下面這邊還有洞喔 原來如此 哇喔 這個 這個地圖真的能探索的東西 真的是超多超多的就對了 所以一直下 這邊其實有洞對不對 欸沒有喔對這沒有洞這沒有洞 裡面又一個符文 裡面又有一個符文 到底是要吃多少 那我現在都是在加這個了 哈哈哈 加這個再重量 所以這個洞 喔欸欸欸 這邊我們一定要下去看一下 這邊下面到底是什麼 我們現在再吃一下 這邊一直走到裡面 啊但是這邊的這邊的光線效果 感覺就很怪了 那我如果說覺得有危險的話呢 應該應該隨時可以跑得掉吧 所以他的話呢 再重量我們再加一下 沒錯 瘋狂的加一下他的重量這樣子 那他有一個喔對夜市效果 他打開夜市 哇我的天啊 夜市效果 我個人覺得好像 好像更難看到什麼東西的樣子啊 不要了不要 拜託 先把他關了一下哈哈哈哈 那這邊呢我們又看到另外這個 一個終端機了欸 所以這邊呢很顯然難道又是 不對啊不是不是不是很顯 不是不是什麼難道不難道的問題吧 這邊絕對又是一個召喚喔 噴火龍boss在這邊啊 原來如此 那我們要這邊的話就要找那些上古神器啊 那些東西了 那我們就先往下面再看一下好了 這個下面的話還會有喔 下面看來就是可以收集資源的地方吧 這邊看起來 喔喔買尬 欸另外的吸血服嗎 啊同伴在這邊 是吧 對對對跟我們一樣的吸血服要過來了 那我們就打他 喔他會直接抓我啊原來如此 那我們就直接砍他就好了 那原來在洞穴裡面探索的話呢 最麻煩的就是這個喔 在洞穴裡面探索的話 他們就是很顯很顯然的會 就是要嘛我被抓走 要嘛我被誰打下來對不對 所以在這邊喔齁齁齁齁齁齁 原來如此啊 這個洞穴裡面別有洞天啊 一直往前面去不知道是什麼 那下面會有些什麼嗎 我們去看一下好了 這個下面看起來也絕對都是一些資源 我可以收集的對不對 這絕對都是有一些資源我可以收的 那我們繼續往前面探看看好了 所以說過了那一扇拱門之後進來 左轉一下哇 別有洞天啊真的是 他這一個 光是這第一張地圖裡面 哇好漂亮的地方啊 但是這邊到底是住著誰啊是不是 到底住著誰啊 不管誰 原本住在這裡面大概都已經掛了差不多 他怎麼在這個火上面啊 這個古馬路有點厲害喔 他在那個火堆裡面 這裡面其實 太多能探的了吧 這邊其實看起來像是 也像是那個什麼 魔戒或哈比人裡面的場景有沒有 我記得是有這麼一幕的對吧 好吧所以繼續探喔 那這邊的話有一個大盾牌在這邊 裡面有一個符文太好了 但是又有幾隻怪要打 原來在這種洞裡面 這麼深的地方都還有符文的嗎 爪符還是得打啊 先打再說了 所以爪符都打掉都打掉 都打掉都打掉 以免他們等一下來找我麻煩 然後再吃個符文似的 然後這個地方看起來就是 先王的一個遺址對不對 對他們來說大概是一個 可是對我們來說呢 進來好像主要就是為了吃符文而已對吧 最後的話一直往前面那邊去吧 這個難道說是一個什麼弟弟的王座嗎 最後往前面去是一個王座嗎 這邊進到這 這邊在洞穴裡面超深的耶 我現在Oh my God 我有點熱了 那就會很麻煩啦 對我來說 因為我現在口渴 趕緊出去 所以這邊等於是另外一個入口啦 原來如此喔 所以不用擔心你在這個洞裡面探得太深 你探到最深呢 就是繞出來而已 原來如此 WOW 所以我們現在從這邊出來的話呢 是到 島的中央這邊 這是問號那邊吧 這是問號啊 所以要告訴我們的問號指的是這裡 我們成功的飛回來了 讓他們先都下來 我的屍體都還在 那我們找到了一些可以打BOSS的地方 我們當然最終的目標還是要去打那些BOSS 但是 打BOSS之前我們還是要去抓很多很多 比較強力一點的生物吧 才能夠比較好去打那些BOSS也許 好啦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這一集 方舟生存進化 吸血服邪教 感謝大家的收看 期待我們下一回再見囉 大家掰掰 掰掰